Hello 大家好 今天好友一家人招待我們在基隆 非常好吃的義大利餐廳 它的大門是用貨櫃車的門去設計的 走復古的工業風格 地點位在信義市場的郵局旁邊 店內多彩暗色系的主調 用原木金屬以及鑽牆做裝潢設計 店內的菜單封面用白鐵製作 鏤空了店名以及LOGO 翻起來相當有份量 除了單點之外也提供了聚餐多人分享的餐點套組 上網查了一下老闆是基隆人 取名苗圃是希望能夠提供一個充滿營養能量 充滿熱情活力且富有生命力的用餐空間 所有的醬汁都是主廚以新鮮食材熬煮 不採用半成品或調理包 燜上的玻璃窗應該是拿郵輪上的窗戶來裝的 真的是太有才了 這樣子也想得到 店內的裝潢很有設計感 有點工業鄉村的味道在裡面 總有些猶豫 不敢觸及深藏歲月裡 愛你的千萬句 整個店內的空間運用了非常多的復古元素作為點綴 香煎小卷 他們家的海鮮真的很厲害 好脆好新鮮 真的好吃 第一次看到竟然有薯條上面 還有搭配的松露 香氣十足 不鹹不淡 有濃湯的香氣 入口又不會膩 真的很好喝喔 這道鮭魚起司炸飯糰 使用的是 挪威空運來的生食級鮭魚 滋滋拌炒 內餡包裹的起司 一顆一顆手工捏製而成 相當費工 是一道很有誠意的意思小點喔 這松露海鮮燉飯 拌開之後 每一口飯飯粒都沾到 松露與原鮮的醬汁 口味適中相當好吃 這五彩繽紛的 德國豬腳 以及豬肝香腸 光看就直流口水了 朋友特別介紹了這個豬肝香腸 吃起來果然特別 非常好吃 沒想到這豬肝香腸 還這麼美味 這虎蝦義大利麵 不是麵很少喔 可是虎蝦實在太大了 比一個手掌還要大的虎蝦 剛端上來的時候 讓我覺得非常的驚豔 這餅皮算是Q彈性的 餅皮比較薄 但是餡料非常的多 實在 很喜歡大海 背著銀河來 送著變不開 煩惱和在外 愛愛愛愛愛愛 用你眼淚中的花會開 提出寂寞然後開出愛 既然我崩潰 沒了心脈 請你享受佳愛愛愛愛愛愛 來到二樓就有一個很有感覺的view 這文創復古工業風的感覺 讓在這裡用餐的客人 感覺到很舒服 二樓白色也和一樓差不多 走簡約美式風格 今晚真的是有吃有喝 又很享受的一個晚上 推薦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喜歡 特別介紹一下這張桌子 這張桌子的桌面可以左右移動 相當的特別 隨時可以依照客人的人數而加以變化 基隆美食苗埔意大利餐廳 就為各位介紹到這裡 希望各位會喜歡 別忘了幫我按讚及分享哦 謝謝大家